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 又到了我們這個艦船分析的一個時間 那今天要分析的是我們HOLOLIFE的一些成員 那由於他們很多船都蠻特殊的 那這一期我打算是一艘一艘去做介紹 因為篇幅可能一起講會很大 那一艘一艘的講可能會比較細膩一點 那這一期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潛艦艇達克瓦的一個表現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吧 好,那一開始我們當然還是要從他的三尾面板上面 來看一下這艘船的性能如何 那這邊看起來其實在整體的性能面板上面 血量是算還不錯的 裝填稍微低落了一點 雷裝算是前段版的一個表現 回避也蠻高的 那命咒上面也是算是前段版的一個命咒 那在魚雷的效率部分呢 兩管魚雷都是一樣的痛 125%的 那裝備就是驅逐副炮 本來驅逐副炮就不用太在意他啦 他不是靠副炮在打的 那整體而言 這個AQUA是介於我們這種歷代船 就是史詩船裡面算是在168跟101之間的一個屬性面板 那耐久在他們的兩個之間 那裝填稍微弱了一點 不過在雷裝的表現上面其實是跟他們並駕齊驅的 那命咒方面也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是沒有標示到運氣 其實AQUA的運氣也是蠻高的 來到了64左右 所以這運氣會影響到他的命中率 他的暴擊率 以及他的迴避率 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隻金皮算是合作的角色 但是他卻不輸我們這些歷代的史詩船 算是個還不錯 很好用的一個金皮潛艇 好那再來我們看到他的一個狩獵範圍 他狩獵範圍其實長的是一個像是H形的 長條形的一個狩獵範圍 那點滿之後呢 配合貓咪或是配合電池 你可以拿到LV5 他是一個長方形的一個狩獵範圍 那在面對到一些比較狹長形的地圖 他這個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狩獵的空間 但是也是蠻特殊的啦 比較少遇到這種長方形的 一個狩獵範圍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技能的部分 首先是第一個技能 第一個技能是自身的潛航力60減少 那戰鬥20秒的20秒之間呢 他的傷害會來到增加30%傷害 再來呢脫離海域的時候 就是氧氣量耗完之後 他上浮脫離海域的時候 會增加100%的脫離速度 那這邊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首先是他的潛航力-60 就前面來看的話 其實他的潛航力 比一般的人都還要多 就標準的潛航力 他來到了268 當這個技能點滿之後呢 其實潛航力進場之後 就會來到208 其實跟一般的潛航艇是一樣的 那有些像是U系列的潛航艇 他們大概只有190而已 所以基本上他的潛航力 就算扣掉這個技能 他還是算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技能 初死是扣150 當你練到滿之後 只會扣到60 所以這個技能是必定要點滿 再來說這個戰鬥 20秒之間他的傷害會直接增上30% 也就是說這20秒之間 我們必須要打出最多的傷害 這個跟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一個配裝模式 是非常的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這個留到後面再說 再來是脫離的時候 自身速度力會加100% 這個是非常誇張 我們可以從那個影片可以看到說 當上浮的時候 一般人還可以在水面上逗留 還可以在繼續發射魚雷的時候 他直接上浮直接就往後退了 這相當的快速 可以看到 簡直就在飆車一樣 所以這個上浮脫離 就會讓他無法在 浮出水面的時候 還擁有水雷 魚雷攻擊的能力 會減少他魚雷攻擊的能力 跟一般人來說 所以他的配裝會變得比較特殊 這是時候我們再來 慢慢分析 好再來就是這個 輔助技能 當戰鬥開始的時候 也就是說 召喚他進場的時候 會隨機給他一個強化狀態 我方的角色 隨機一個強化的狀態 那Hololife的角色會有1.5倍的強化 那非Hololife的角色就是1倍的強化 那大概的 強化的內容大概就是分這五種 有攻擊、防禦、命中、迴避、還有回復 那Hololife會比非Hololife的還要多1.5倍 這是點滿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回血回15點 你沒有看錯 不是15%是15點 所以這個回復是相當的飢餓 那這個技能 說實在啦 你要召喚他進場 他才會給予這個 Buff 那Buff的幅度其實也不大 而且 非Hololife的成員 跟Hololife的成員 跟Hololife的成員 1.5倍的差距其實真的沒有很大 所以 如果你沒有很多金書的話 沒有很多黃書的話 那這個技能 通常你點個五六 就差不多了 不用說太在意 一定要把它點滿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三季 第三季 第三季是一個特殊彈幕的一個模式 他沒有全彈發射 那取得代指是他進入戰鬥的時候 會發射一個特殊的特殊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他有分兩種 當我方艦隊有Hololife 三人以上的場合 包含他自己 所以在水面上的成員 必須要有兩台是Hololife的成員 他還會把這個彈幕給強化 好 我們可以從影片看到 一般的狀態下 他只會發射一輪十顆彈幕 那這個彈幕是必定爆擊 而且還有附加穿透力1的一個效果 必定爆擊加穿透一次 那當我們滿足Hololife 三人以上的時候 他會發射一樣 第一波是必定爆擊的十顆魚雷 再補上後面十顆追加的強化魚雷 那這個魚雷是不會爆擊 不會穿透 只是追加而已 追加的一個強化魚雷 所以 你可以滿足Hololife 也可以不用滿足Hololife 那只是插在這個追加的魚雷 其實這追加魚雷其實也是蠻痛的 如果有命中半數以上的話 其實這個彈幕是還不錯用的 把它擺在中間 可以有效去牽制一些 像是精英怪這種的 開場精英怪這種 比較需要一波爆發的活動圖 還滿好用的 所以這個技能是必定要搶滿的啦 那彈幕很好用 加上前面增加自身傷害30% 所以這個彈幕跟這個傷害是可以一起做使用的 那這一隻也跟其他人不一樣 它沒有全彈發射 它有的只是特殊彈幕 進場特殊彈幕 不是全彈發射 所以它不能用在我們一般的那個魚雷 每週兩次的魚雷圖 每日魚雷 所以它進去之後 沒有全彈發射可以按 這點是非常的 要小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直接介紹一下 裝備的一個配置 首先我們前面講到 它的技能 會有那個 上浮之後馬上撤退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不能期待說 它可以在水面上 還能再多打一輪的那個魚雷 所以再配合它的技能 在20秒內 會有最大的傷害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就是 選用我們這個魚雷是 特化比較痛的 這個美國魚雷 那再配合這個氧氣管呢 再配合第二管 配我們的這個磁性魚雷 在CD上面 在它撤退之前 是可以打到各兩輪 就是美國魚雷 兩輪 還有我們磁性魚雷 兩輪的一個傷害 這是通泛用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你想要更 短期爆發的話 你也可以配上 兩個美國魚雷 然後再配我們的兩隻彩棒 這樣可以配合出一個 非常強暴力的一個短期爆發 當然啦 這樣子的魚雷是 你沒辦法去打到第二輪 大概只能說 把前面的 各一輪射完之後 基本上它就會 沒辦法再射出第二輪 那如果你可以再把它改回說 一般的氧氣管的話 那第一輪的魚雷 有可能會射出第二輪 這個是配合短期爆發的一個輸出 所以AQUA 它有短期爆發的優勢 那你說你要長期配合 一般海域做輸出的話 其實只能配到一個 十雷 或是你可以把它換成是 這個 九二的 九五四的酸素魚雷 一般來說啦 一般用美國魚雷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短期爆發 然後打出第二輪 在美國魚雷 在二十秒內的傷害是最大化的 那這邊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 裝備推薦給你 好了 這樣子 應該你差不多了解 這隻AQUA的一個性能了 它真的是蠻特殊的 它算是一個短期爆發 然後上浮後馬上測隊 可以有不錯的一個 續命的表現 然後二十秒的增傷 快速打擊 也是可以做出不錯的短期爆發傷害 配合海媽的那個二十秒debuff 可以馬上做出快速一輪的短期爆發 這個可能在未來如果說要 要針對快速打擊 或是計時挑戰賽之類的 比較極限的一個挑戰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這種 模式的前腿頂來做一個短期的爆發 也說不定 那今天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AQUA 它的一個性能還有它的配裝的一個概念 那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下一次就是介紹我們白上fubiki的一個行區 那也是蠻特殊的一個一個性能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還有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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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感谢观看